這間是1500呎放了傢俱 進來一個私家廊堂 這裡有鞋櫃 很漂亮 然後一個很大的廳 這個廳就相當震撼 樓底又高 就算做了一些吊燈也不客氣 擺位上可以放一個L型 U型的梳化都可以 夠大 然後露台也很大 看出去景觀又漂亮 平日是藍天白雲 不過剛剛打完風 沒辦法了 直廳的好處就是客飯廳分明 你可以看到 這裡放了一張Long Table 坐到六個人 旁邊還有一個露台可以做對流櫃 這邊轉過來 廚房相當大 一邊就是備餐區 這邊就是主席 你看到三四個東西 這個主席 僅值的梦化 桌面夠多 方便擺放不同的廚具和食材 家電也是頂級的名牌 然後這邊就是工人房 工人房也夠大 還有自己的工人設計 第一間圖房 圖刺 T字形架局 分開三個功能 有一張床 四呎床 放完單邊六肚床 睡著 看書看著海 Tarty 另一間海景房 剛剛好 放到衣櫃和床 上住樓下還有客廳 其理為主 之後還有一間細水房 跟我想像中的一樣 都是做書桌或者一些工作室 都希望敗關的空間 所以景觀就沒什麼要求 最重要的就是主人房 進來看見 整個空間暖色系的布局 又是一邊 這邊就是衣櫃位 不算特別大 這邊就是床 這邊就是梳妝桌 或者是電腦桌 看出去就全海景 超棒 像這些就真是無敵 然後我們看看這個靚仔的浴室 豪宅的五件套 哇 這些花 假的 但是 雲石面 整個配色都很高級 而且空間感十足 總體而這個單位放完家才我覺得很棒 價錢去到半億的大單位 主人家 怎麼都會有自己的設計需求 不知道朋友仔會不會買了它 帶我參觀你的家 今期的節目就有這麼多 我是路易小鵝 我們下期見 拜拜